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大盘是继续在走反弹 还记得上个礼拜一吗 上礼拜一 古灾那天这个指数大跌了1800点 结果今天看起来回过头来 一个礼拜的时间大盘也谈了2200点上来 所以又论老师 所以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的谈其实就有个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今天的反弹 已经把上个礼拜一 大家最害怕 也非常可怕 那个大的跳空缺口 给做正式的一个封闭了 所以这一步的反弹 没有办法延续我们今天要帮大家 继续找很多的证据 那先从筹码来帮大家做检视了 因为外资的确有回头 连二买兼在买超台北股市近200亿元 投信当然继续连29买 只有经营商连买 那外资目前的期货空单 所谓小小的在做增加了 目前大概是落在3.4万口 好 不过从技术明的角度 施君老师怎么观察 至少今天把空方缺口封闭了 代表这头反弹是蛮够力的 这一步如果有机会 一路再往上弹的话 下一关挑战怎么看呢 好 当然就先看季线 那因为这一波是真反弹 因为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了 上礼拜一最恐慌 一堆利空都跑出来了 结果利空反而是淬炼底部 那这一波跌了 总共是大概4700多点 反弹2200多点 那差不多快反弹0.5 所以是强势反弹 强势反弹 而且把这个高点突破 我们上礼拜三都讲过 这个高点突破了 礼拜一的高点突破就是20982 那代表说行情就已经转强了 好 那现在做一个反弹 好 那虽然今天反弹没有量 但也不用太紧张 前几天也没量 也不是一直弹 对不对 反弹没量其实不用太担心 反弹的过程中它是底部爆量 那上方的话就 因为今天把空方缺口回补了 那反弹第一道压力就是月季线 月季线 好 那因为今天整个的 族群的轮动算还不错 因为今天都是涨一些 有业绩的 对 然后这个全职股 并不是说像上礼拜 就先涨一些重要型股 反而今天的机器人 是做拉回的 机器人本来就比较投机 可是如果说市场 肯砸资金去买一些 比如说今天抢的是AI伺服器 ABF 航运 重电 七月营收的基欧股 这些股票在涨的话 代表说市场是蛮有信心 看持续反弹 所以你不用预设压力 预设立场说反弹这么多了 可能还会再破底 破底几率短时间内很低的 因为利空都已经催炼过了 那要筹码搭配 好 那我们先看 外资今天买191亿 是这一波下跌以来 第一次连续两天买超 从来没有看过 他就是买一天就卖了 所以说代表说外资资金有回来 那投信还是在买超 那接下来就看自营商 因为自营商这波是很看空 那你看他什么时候回投 如果说三大法然都买超 那你说要挑战季线 那我觉得是很轻松的 只是说到季线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减码 因为假如说低档 下面抢的上面可能会想卖 那你就是做一点 这个持股调整 不用卖光 因为我觉得这趋势 已经有翻多的迹象 好 那就是期货空单比较可惜 然后今天外资还是留一手 就是加空了大概2000多口吧 空单要变成3.4万口 那空单要降到3万口以下 会比较好 代表说外资真的就是不看空了 所以大致上的筹码是这样看 好 那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说我觉得说 这礼拜其实你不用担心 大幅度会拉回或怎样的 因为美股那边来看 就是恐慌指数已经下降了 首先上礼拜五单日降了就14% 所以波动会整个缩小 那可惜就是说再看看废半 废半能不能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 因为上礼拜是美股谈 但是废半是跌的 所以废半要跟上来 是 好 那当然因为 回过上个礼拜一 大概所有的利空全部出来了 所以这个礼拜如果要继续谈 我想请示具帮大家来注意一下 有哪些条件 到底国际间会有什么大事 或是有没有可能关键转折 会在这个礼拜发生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好 基本上这礼拜 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说这礼拜 不太可能有出现太大的波动 首先先看这礼拜最大的事情 基本上只有一件 就是美国的CPI 是 好 那预估年增率是3% 就是持平 然后预估核心CPI 是从3.3%降到3.2% 那如果说数据出来 大概就是3% 一样 那我觉得美股就会涨 就是符合预期就可以了 就是代表说通膨真的有降 那就是说联准会9月份 降息机率基本上100% 降一码 降两码 符合预期就好了 所以先看这个数据 那再来就是鸿海法说 那这几天 其实像上礼拜五广达法说 季报交出来是非常好嘛 营收也很好啊 所以假如说鸿海法说 能交出来的说展望GP200 甚至是这个新的苹果的手机 如果说拉货不错 那当然有机会就是 法说开完继续涨 那航行就有机会继续供 好 再来MSI季度调整 那这个影响台股 已经没有这么大 从最近这两年来看 好 那就是说持续观察 第一个季报嘛 各股公布的季报 如果公布出来好 看股价有没有续涨 再来就是7月营收的基优股 最近行情就是说 好的地方在于说 7月营收公布出来 好的真的有涨 而且营收其实都还不错 从这个台积电 广达 鸿海 甚至是其他的像音业达这些股票 其实公布出来营收都相当不错 好 那我们就来帮大家追踪了 因为其实业绩不错 而且股价是有给予正向反应的 代表这波的谈 我们是建构在有机之谈身上 还有一个关键你刚刚讲 其实今天的资金有回到这些 需要用钱动起来的这种 AI伺服器的族群 这些族群有没有机会 成为这波反弹一股很重要的力量呢 好 今天虽然说传产也不错 比如说航运股也是要用钱砸的 然后重电股其实也不错 这两个族群其实业绩都还满好的 那我们今天先追电子 因为电子股大家比较关心 毕竟还是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很特别的是 伺服器代工族群 这波其实跌都跌很深 闷很久了 都闷很久 都是从创新高到跌破所有均线 好 那来追一下它的业绩 首先看起来就是说 广达 鸿海 伪创 英业达 然后再看一下最近法人买卖超 那我发现因为今天涨比较多的是 这个广达跟鸿海 对 因为他们跌最深 这两档其实跌最深 然后最近法人 虽然是统计近五天是卖超 可是我发现从上礼拜五到今天 其实鸿海跟广达 其实这个投信都已经转买了 那外资我觉得应该也是买了 那提供一下压力支撑给大家看 比如说广达压力可能在300 支撑在233 那鸿海的话是195跟160 大家都可以稍微去把它拍下来 研究一下 就说你可以做点价差 因为我们就举例我们就先举例广达好了 238的广达对 你大概就是抓300块附近吧 292到300这边就是从季线到整数关卡 就是说你低档反弹起来 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卖压 所以说可以稍微做点减码 但是原则上法人都是看很好 这些股票其实你去看这个法人 目标价其实都很高 对 那再来看一下伪创跟业达 那因为这两档是 它的营收也不错啦 因为这一波其实没有跌 如果说你敲伪创的线型出来看 它其实没有跌 而且最近五日法人是偏买方的 所以先跌的先涨 我们来挑一档来看 好 那我们就先看应业达好了 因为毕竟明天它也要法说了 还要公布它的一个季报表现 所以怎么做观察 这波大家已经把这个缺口给做回补了 那这波继续反弹够力吗 我觉得有机会继续反弹 明天就是应业达的法说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季报 公布的如何 再来就是第三季的 展望如何 那你从它第二季它的笔电 大概年增率是9%左右 就是笔电部分 它的主要的业务就是笔电 然后再来就是AI伺服器 年增率有30% 所以合理预期第三季应该不错 第四季也是旺季嘛 所以就看一下法说会表现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 它的筹码 投信最近是有站在买方 刚刚有看嘛 外资也买嘛 那这种的话就是说 之前跌一大段下来 就是很多AI伺服器 其实都长这个样子 反弹把这个空方缺口给回补了 所以有机会 就是说如果说法说开得好 有机会持续往上 因为今天是收最高 所以AI伺服器的股票 今天不一定说都收最高 可是应业达 它基本上是收在今天的最高点附近 因为它483嘛 今天最高48.35 广达跟鸿海都没有收最高 所以说如果反弹 我们就先看 刚给大家压力大概是5 3块左右嘛 就大概在季县附近 季县目前在53块多 看有没有机会反弹到这边 反弹到这边就要做解码 因为这边你季县往上 你都是层层的套牢卖牙 对 那不过因为跌下来 它量并没有很大 所以反弹应该有机会 好 那今天我们还要帮大家 追踪一下PCB族群 上个礼拜最悖观的时候 我们帮大家追踪PCB 很多都继续涨上来了 这波的续航力怎么看 对 上礼拜二 我还记得跟这个丁娟介绍两档股票 一档是景树一档是星星 在这一天 对 最悲观的时候 这种股票从上面跌下来 从218跌到135 那为什么不敢买呢 对不对 它都打几折下来 打可能六折下来 是 果然今天星星超级强 今天星星 因为它的营收 7月营收也是19个月新高 它用营收告诉你说 它的业绩真的有回来 所以这档的话也是有机会 最近投信也转买了 对 所以说反弹一样 也是看季县的压力 季县跟月线大概在177到182这边 如果这个空方缺口回补了 我觉得挑战这个压力 也是有机会 跟刚那档音乐达现行很像 对 好 继续追踪营收 也有一些非电亮点对不对 对 那这个是科研就是1786 就是我们上礼拜 我有跟大家做介绍 而且今天其实是序长 那看好就是说 它是这个医美的话 第三季是旺季嘛 暑假 然后到跟过年也是一个旺季 那我发现它的营收不错啦 那法人的话是估说 今年可以赚到5块 那你看它其实它的 第二季的毛利率创高 EPS也相当高 所以说今年如果赚到5块的话 你说股价今天留一点上限 不过明天再拉一点的话 已经占回所有均线 所以比大盘强 而且你看这个连续三周 大户持股都是持续增加 今天还可以看上礼拜的 大户持股是大增的 所以是有机会再往上攻的 好 那因为最近的盘面当中 如果要继续反弹 看起来这波是头信买最多 有没有哪些头信的单 真的可以跟一下的呢 好 那这波的买盘 就是说从低到高 其实就只有头信在一直买 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 因为头信它都会帮你找好股票了 它研究好基本面 如果买盘进去 不管是主动型 或是这个被动型 它其实都是一直买 那如果有买盘的话 我们帮大家找了六档 头信六小幅 是 就是说六档 头信一直买股票 你可以安心跟单 如果说你有兴趣 因为都是大股票 好股票 不是那种冷门股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或是让你的LINE 打这个小老鼠WENG888 好 我们放在右上角的记事本 头信六小幅 六档基优头信的股票 免费送给大家 好 从上个礼拜一 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那个大牌已经谈了2200点了 这波是去帮大家抓到了 非常重要的反弹关键转折 那因为这波谈上来 到底头信 他们现在有哪些股票 还有机会持续 展开这种筹码面上的 一个优势 继续再冲的 这些个股 现在盘面当中 怎么挑怎么找 在社群老师 拉群组里面 有更多进一步的整理资料 可以提供给大家咯 好 那底下 我们回来继续帮大家 追踪航运族群了 今天看起来 这伊朗的一个攻击事件 是可能又再掀起一波的 运驾涨势潮吗 今天万海 已经要往季星光卡做挑战了 货柜三雄 为什么开始货柜洋帆出航 那续航力怎么做观察 等会来请教杰续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有点股会脱钩 市场在观望 美国的CPI数据 间台币转扁2分 收在32.46元的价位 好 那回到排名 要请问杰续老师 杰续老师上个礼拜 你形容这是一场大混战 好 至少今天指数继续谈 那想先问老师 今天这个盘怎么看 到底稳了吗 个股可以布局了吗 好 谢谢婷娟 首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说了 上礼拜的整个行情 5天是一个大混战的行情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大混战的行情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这一根长黑K棒 1807点 当这一根长黑K棒 出现的时候 成为台北股市史上 最大的跌幅之后 可想而知后面一定是混战 为什么从来没发生过 所以后面的行情 洗刷的力道都非常大 每天我看那个行情 动辄500点以上 大的话可能都 1000点以上的这种振幅 不过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曾经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它会慢慢的平稳下来 不可能每天都大混战 这样投资朋友一直都不敢玩 也不是办法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提到 这个MACP在上个礼拜 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慢慢收敛的情况 慢慢的往哪里收敛 往零轴这个地方收敛 今天也开始 继续的往零轴的方向 来做一个收敛 这个收敛到最后 它就会接近零 接近零之后 甚至有机会会翻证 翻证代表什么意思 MACP重新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以目前的格局来看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 涨 今天又涨 接下来要挑战的关卡 当然就会面临到月线季线 甚至于22500点的 一个反压的位置 到底能不能顺利的站上 我认为机会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MACP这两条线 已经慢慢的接近了 慢慢接近 即将要形成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我认为 这一波行情 其实这样杀下来 它虽然下杀的速度非常快 快到让人有点害怕 但是怎么下来 它就会怎么上去 在上去之前 同志朋友 你布局好了没 就很重要了 如果说在上去之前 你都没有播种 请问你未来怎么收割 那要收割之前 你至少要把种子种下去 要不然将来 怎么会有这个收获呢 所以现阶段 就是最佳的一个布局时间点 但是这个布局不代表说 一定要乱枪打鸟 一定要慎选股票 那到底怎么样 才叫做慎选股票 我说过了 现在既然要买股票 你就只要注意7个字 这7个字 永远是在我股市里 选股的一个最重要的逻辑 叫做趋势翻多有人买 怎么去判定一档股票 趋势翻多有人买 其实我讲了好几年 趋势翻多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去观察一档股票 它的MACD 是否形成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就代表这支股票 它的趋势已经正式翻多 在趋势翻多之后 如果它又能够出现 突破整理平台的轰K棒 就代表有人在做买进的动作 趋势翻多 同时又能买的股票 它才有可能成为标股 如果罚人问津 没人买的股票 恐怕整理的时间 又要拉更长 当然找到这两个 正确的逻辑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去筛选股票了 股票毕竟有一两千支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 一支一支去检查说 它这一档股票趋势翻多了没 这一档股票 它到底有没有在买 那个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既然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交给AI人工智慧 来帮我们做 因为毕竟这个AI人工智慧 它运算的速度 比我们现在人脑运算的速度 实在快太多了 我们现在人脑 基本上跟电脑下棋 已经下不赢任何的一台 这个AI人工智慧的电脑了 各位不管是微企业或中国相企业 这个现在人脑 已经远远输给电脑 非常多非常多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电脑 AI人工智慧的运算方式 再搭配技术分析的逻辑 就可以急速掌握到强势标股 而且底部起涨 我们第一时间 马上就要知道可以进场 今天一样来跟大家讲三支股票 这三支股票如果可以早知道的话 其中有一支股票 你今天就可以赚到一根涨停板 哪一支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支股票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3303的带领 带领这支股票 今天直接开盘就 攻涨停板 而且一路锁到底 如果说可以在上个礼拜五 事先知道这支股票 今天会涨停板的话 而在上个礼拜五布局的话 今天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掌握到一根涨停板 那当然你可能会说 老师你这讲不是废话吗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事先知道 这个不是废话 他真的有可能早知道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的这一支 3303的带领 他的MACD是不是黄金交叉 没错吧 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MACD黄金交叉 是在上个礼拜五发生的事情 那上个礼拜五的K棒 就是这一根K棒 我画圈的这地方 我写了进场 为什么这一根K棒就要进场 刚刚我想的条件 就是MACD黄金交叉 同时出现突破整理平台的K棒 这一根K棒 其实已经突破了 这个整理平台区 非常明显 所以在这一天 如果你能知道 看到这支股票的话 你只要敢进场布局 今天就可以很轻松的 赚到一根涨停板 那么当然有没有人事先知道 当然有啊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AI怎么说的 来 AI是不是在8月9号 就是上个礼拜五 它趋势翻多之外 同时又出现箭头向上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一支股票即将大涨 各位 这个人是不是早知道 没错吧 那什么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来 各位 在我们Light的记事本里面 就已经预告了这支股票 当然你可能会说 老师你是不是一次 拿200支股票来 这个Light里面分享 不是 我们上礼拜只选两支 其中一支就是这一支3303带领 那我讲过了 我们这个Light 其实就是专门在帮投资朋友 做选股的工作 投资朋友 你现在如果面临到选股的障碍 选股的困难 其实可以利用现在扫描这个QR Code 我们每天都会帮大家精选两支 底部刚刚出现起涨训绕股票 像上个礼拜五 你只要加我Light 其实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所谓的带领 3303这支股票 今天马上验证到了一根涨停板 当然你错过的带领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今天一样有两支 刚听君有看到 请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刚看到老师已经公布两档股票了 一档是一百多块的股票 一档超级低价股 只有十几块的同板股 OK 有两支股票 一支十几块 一支一百多块 这十几块的股票 请问各位股民 你们买不买得起 一定买得起嘛 一张股票才一万多块 怎么可能买不起 对不对 而且现在马上加入 马上就可以看到 不相信的人 你现在就可以执行扫描QR Code 去看一下我到底是说真话 还是说假话 那我想我姓真嘛 讲的话应该是真话才对 那大家都可以利用现代 马上就去看 这是这一支带领 早知道 有没有可能早知道 真的早知道 假如Lite所有的好朋友 都已经知道了 好 再来看第二支股票 上礼拜跟大家提醒的 这一支股票叫美利达 美利达这支股票 上礼拜就有跟大家讲了 它的趋势才刚翻多 要注意这支股票 那今天有没有继续涨 有 有继续涨 那现在涨完了没 还没涨完 因为毕竟这个趋势 才刚刚翻多 就是如同带领这支股票 你说今天涨停板了 现在还会不会再继续涨 当然会啊 因为它才刚刚开始 这种刚刚开始的股票 趋势刚翻多的股票 又出现红K棒的股票 它都在走一个出声段 出声段基本上 是涨得又快又凶 所以我专门挑这种股票 原因就在于 我要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好 那这个AI人工智慧 它也是在8月7号那天 同时趋势翻多 而且在前一天又出现买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支股票 它后面还有补涨的空间 那么我们有没有做预告的动作 当然要预告 是不是有事先预告 而刚刚第一支的带领 我们是在上个礼拜五 8月9号的时候预告 每一支股票 我们都是预告在前面 分享在后面 分享在哪里 股民开奖 所以如果你要比股民开奖 早一点知道 我所预告的股票的话 其实你要做的动作 应该是扫描我的QR Code 然后再配合看股民开奖 看看我说的话 有没有造假不实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来讲第三支股票叫万海 这个航运类股 航运类股今天为什么拿出来讲 各个仔细看 这个7月底的时候 基本上万海这支股票 它趋势蛮多 而且各位大盘虽然在上个礼拜 大混战 它虽然有往下跌 但是跌幅都不深 今天这根K8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 因为它已经正式站上五日均线 而且已经有突破 整理平台的点火味道 所以这支股票我跟大家讲 它之前从高档地区跌下来 跌幅其实也蛮深的 跌到68块 现阶段在整理 而且今天出现的点火讯号 我认为它后面 还会有相当不错的补涨行情 而且目前的趋势还是在多方 那从AI的角度来看 7月31号那天 当时它的股价在77.9块 就已经翻多一次 同一时间在8月7号 它又再度出现第二次买进讯号 叫做这个箭头向上的买进讯号 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它才涨5.9%而已 各位5.9%有算涨吗 我以为不算涨 各位第一支带领 在上个礼拜翻多之后 今天就来个10% 所以你说5.9%算什么涨 根本就等于有涨等于没涨一样 那有涨等于没涨一样 为什么我拿出来讲 因为我要让你上车 我要让你来得及上车 讲在前面 预告在前面 然后验证在后面 那当然这支股票 我们也是一样 在8月7号那天 有跟大家事前的做预告 那今天一样有两支股票 我再讲一遍 一支是十几块 我保证任何一个股民 你看到之后你都买得起 而且明天就可以布局 现在看到明天就可以布局 那现在行情已经开始回温了 已经开始平稳了 投资朋友不应该再害怕了 这上个礼拜害怕情有可原 这礼拜你再害怕 你就会错过赚钱的机会 那在我们Light的记事本里面 有很多资讯 像这个每天大盘的 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有在做期货跟选择权 衍生性进入商品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它跟大盘的这个连接性 非常的高 所以我每天早上 都会提供一份资料 就是大盘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特别是有做期货跟选择权的 做一个参考 至于每天下午三点半 我还会再录制一个直播教学影片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手楼上 资金不会比较大 有超过300万以上的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特别去看这支影片 因为这支影片我讲的是 真金白银的实战操作教学 就是说怎么操作 怎么布局 把你的资金 假设你有300万 如何去重压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重压3303的这个带领 今天马上赚一根10%的掌停板 这个方法 我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是怎么布局的 怎么进场的 怎么发现的 这个来龙去脉 我花了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每天都会录制一段 这个股民开讲 时间是没办法做教学的 时间太短暂 至于今天精选底部 其实各国有两支 刚刚讲过十几块跟一百多块 大家赶快加LINE去看 至于怎么加LINE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扫描这个QR Code 5到10秒钟的时间 你就会发现到我 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们LINE ID去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那再加入之后 有个重点跟大家报告 当你加了我的LINE之后 第一个不是跟我说什么老师 不用不用 不用这么客套 也不用传什么贴图来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赶紧输入数字888 三个数字888连在一起 输入之后Enter下去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今天 辛辛苦苦录制好的 网路的直播教学影片 实战操作的教学影片 已经完成了 我希望能够给 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只要按888 传出去之后 我们在一秒钟的时间 就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 传送到各位 你们私人手机LINE里面 你们完全不用花时间 找这个影片连结 我会直接给你们 直接给你们分享 你们就不用在那边找来找去 还问说影片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过 不会 那另外 人工智慧的一个 选土教学影片 再进行完成 大家直接加赶紧输入数字888之外 在这个祭祀本里面 有两支股票 一支十几块 一定要去看 你一定买得起 另外一支一百多块 欢迎大家踊跃地来加赶紧 并且来看一下 我们祭祀本里面重要的股票 好 有哪些减便的个股 哪些趋势翻桌 再结束老师和赖紧 全部都帮大家来做